資訊我們對一下 253 任老先生有持份子 253的時候 253 不靈項的這個理地 246.99平方米 約為74.4平 97年的時候 這個代書老邁要趕快處理這一塊 然後在105月 一百零幾年 一百年的五月 一百零五年 四位的地 一百年的五月 來 領他來 我問你 只有跟世衛的地主買下12.45平 你知道任老先生 你知道任老先生什麼時候過世的嗎 民國69年 所以任老先生沒有253的土地 任老先生是254的土地 254的土地 然後有給一個任先生 跟這一個任美林 他們去繼承的 他們原來有254沒有錯 但是任家沒有253 可是任老先生 當時家裡去吃253 所以侯友宜的陣營說 所以有去買那塊 企林地 那你就買那個就好 你為什麼要連買三次 連買三次 最近一次什麼時候買的 最近一次什麼時候買的 今年二月過戶了 去年的12月26 就是侯友宜 侯友宜連任市長的隔天 幼育公司 幼育幼育的 幼育公司買的 在去年的12月26 侯友宜連任以後的隔天買的 今年二月完成登記 這堆現在上面其實都是 我們說廢墟好了 就是家也沒人在住 他原本的岳父上面的地上屋就在那邊 所以他整合下面的253 254 地上屋就跟你說這堆而已 你買這個做什麼 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是不是 要完整 我們再來看一個部分 是有關於侯友宜 他那個土地 之前是凱旋苑 那凱旋苑我收租之後 這些錢他做了什麼樣的事業投資 我先請教鄭浩 是這樣的 就被發現說 他在新莊棒球場附近 有一塊地 一個地號是254 另外他們又買了253 慢慢越吃越多 所以現在只差1 6分之1 還沒有收購 那今天我看到是侯友宜出來講 他說那不是什麼大條的 不過就是因為他們繼承的老房子 古厝 然後有佔到人家的機靈地 所以去購買 這是不是什麼價值的東西 不具有都更的條件 機靈地 大家的認知是幾坪 10坪 20坪 對 沒有 1坪 2坪 1坪 2坪 好 那我們先看 段宜康委員說 他那個機靈地 一開始買了12點多坪 再來買24點多坪 又買了12點多坪 還有前後總共持有的是 62.25坪 這算機靈地嗎 算嗎 我這樣講好了 侯友宜的靜慢 不要這麼快就回答 因為這個東西背後還有很多故事 你又出了前菜 然後沙拉前菜後面還有主餐 我尊重靜慢的節奏 如果他們沒梗 我再緊接的出我 總共是這樣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一開始會被發現 其實阿川他們去年就發現了 去年其實侯友宜的夫人 他們在做財產申報的時候 任美寧就給人家發現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段 254地號就有一塊地了 那時候池分是7分之5的地 然後是285.97平方公尺 比方公尺除以3就是平 大概就80幾平 去年就80幾平 今年又再買 所以又再增加 那我先不談 那時候去年 因為總統因素最後沒有打 可能是為了省點力氣 沒想到今年土地的故事 竟然發酵了 因為為什麼發酵 因為你們把賴清德的萬里老家 講到萬里地堡 一個估值有人說50幾萬 有人說70幾萬 有人說80幾萬的事情 講到萬里地堡十二不赦 那要講誰是土地的主人 我們就來講誰是土地的主人 從今天之前被打的 叫做凱旋苑的事情 凱旋苑每個月 每年有人說收2000萬 有人說1000萬 金老師慎重警告說是800萬 我不講這個金額 不管是8001000還是2000 我相信都是很多的數字 都是很多的數字 可是今天有進一步的事情 因為新莊這個土地往下查 新莊復興段253地號 其實這是一大片 有251 有252 253 254跟255 這四塊地 這五塊地 這五塊地狀況是這樣子 侯友宜的夫人繼承是254沒有錯 繼承的是254的時候 可是你卻發現 右翼實驗公司 就是侯友宜的女兒 持有凱學院的土開公司 為什麼我叫她土開公司 205年1月的時候 每瓶62.5萬買的 花了1559萬 106年的時候 又花了779萬去買 111年12月26號的時候 花了809萬去買 這個厲害 111年就是去年12月25號 侯友宜就任新北市市長 就任隔天就去買土地 那禁辦所法是說 他們繼承這塊土地 有個房子 這邊 站到隔壁253的部分 對 有站到 可這些都沒有啊 就是基因地我同意 其他都不叫基因地 這點是基因地我同意 對 我同意 都綁在一起 這邊都是獨立房舍 對啊 都沒站到 國民黨不是還看空拍圖 抱歉這2022的空拍圖 心得很 所以狀況是這樣子 這些地都是建地 我跟他講 他面前第一件事情是 右翼實驗公司的錢 哪裡來去買新莊的土地 金輔聰說一年收800萬對不對 對 剛剛好去年就花了800萬 去買每瓶65萬的地 前年就花779萬 也是800萬 去買了一塊土地 第一年105年 還沒被抓包的時候 因為他們收1500萬 他們花了1500萬 對不對 關鍵是什麼 你右手撥文化大學學生的皮 左手草新莊的地皮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 這塊地 他幾乎要整合完成了 三大塊 這個251 252 他是由姓黃的黃先生持有 這塊 下面這個藍色25 256 是由曹先生 兩位曹先生應該是兄弟所持有 而254 253 是由任美林他們所持有 換句話你搞定黃先生 搞定任美林 搞定曹先生 這一塊基地就已經完整了 這一塊 那這塊基地有多好呢 這塊基地有熟得不得了 我從小玩到大 我從15歲到現在都還熟 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同學 就住在這塊這邊 這塊地就是新莊的中正路 這是新莊的運動公園 他這塊地在中華路 一段116巷裡面 就在這塊 他直接可以看到公園 直接可以看到公園之外 他走路到新莊捷運站 5分鐘內可以走到 他走到旁邊的頭銜莊站 因為小巷子要走比較久 10分鐘內可以走到 他如果再往東邊走 這邊有IKEA 這邊叫新莊廟節夜市 這叫新海橋 這叫新月橋 可以直接到東橋 這個點是非常非常好的 尤其是這個中華路 你仔細看 中正路右轉中華路 左邊跟新莊互稱事務所 反正是新莊的行政中心 所以這塊地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完全整合完這塊地 侯伴說 沒有啦 這沒有都更的可能 對 這種東西 沒有 因為他只是建地 他其實上面沒有什麼 他直接是建地 我拆掉我就可以往上蓋 拆掉就可以往上蓋 旁邊 這塊地的旁邊其實就這個 才剛蓋一個三年到四年的房子 19樓 一坪現在售價55萬 所以這塊地蓋完 這價值十幾二十億的地上物 所以現在對侯友宜來說 我要談的事情是什麼 你嘴巴上說我要居住正義 我嘴巴上說 我希望年輕人怎樣怎樣的 可是問題是買不起房子 最大問題就是有人在炒地皮 這才是源頭 不是炒鋼筋 不是炒水泥 貴不貴在鋼筋 鋼筋有漲沒錯 可是貴又貴地皮 侯友宜你可以一邊文化大學收 旁邊兩到三倍的房租 另外一邊把收到租金 放在新北市的新莊 去做土地的整合嗎 賴清德最近不是新的競選影片出來 他的夫人是不是賴清德 一選上台南市市長 連在台南的台電都不敢工作 跑去高雄新達 為什麼 瓜田裡下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 當這塊地整合完成之後 他要去做變更的時候 建造都跟誰發 侯友宜發 結果那個張誰蓋 侯友宜蓋 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先不要講合法或非法 你能夠接受 一個直轄的市的市長 在你不知道前提之下 在他擔任市長的任內 還有副市長的任內 在自己的直轄市裡面 用自己老婆的名義 來做土地開發 不太懂 不是 這是誇張到不得了的 領導不是在連連看鄭文燦 你哪塊地 結果連到是鄭文燦 或鄭文燦的家人 還在做土開的 鄭文燦旁邊很多人攝入 你確定我明天開 會打鄭文燦嗎 你開 你開 我隨便你做什麼 幹什麼事 這麼多的這種自拍都跟 都被攝入 你連鄭文燦旁邊的人 你都覺得最該忘記 那侯友宜老婆呢 這兩塊土地呢老師 這兩塊70年的時候 人老先生就取得土地 上面有地上物 那他取得 他陸續取得 哪兩塊 他254跟253 253有取得嗎 你要確定 陸續 陸續到什麼時候 253是97年 254是70年 我跟你講 是對的 我必須要跟你講 不對 你錯誤資訊 253105年取得一次 106年取得一次 我現在就是跟你講 他原本的土地 你不用想說說我講錯 我這邊的數據 跟你的數字 跟你的資料是完全一樣的 我只是要告訴你 253跟254 他原本地上建物 他就是存在在那邊 人老先生就是那塊土地 可是你講了105 105年跟12年 跟民國92到97年間 那都是10坪 5坪 12坪 然後慢慢把旁邊的整合 整合完之後 因為他沒有零路 所以他必須要退8米 所以他也沒辦法獨立做多根 你說幾坪 所以他在19105年 你說幾坪 105年跟92年97年 取得這些土地 請問那時候是侯市長嗎 不對 請問是侯友業當市長嗎 不對 不要問用 你們的資料跟我手上的資料 是完全一樣 我現在送給導播我把他講完 62.5萬花了 每坪62.5萬花了1559萬 他取得是20幾坪 接著106年 12.45坪 這總共加起來 總共加起來 74.7坪 我手上的文件跟你完全一樣 所以你不要告訴我 他過去在取得的這些 主要的土地的時候 這是70年人老先生就有土地 什麼叫做侯友宜大市長說取得土地 你知道 你的資訊 你的資訊我們對一下 253任老先生有持份 253的時候 253 布林項的這個理地 246.99平方米 約為74.4平 97年的時候 然後這個代書老賣要趕快來處理這一塊 然後在105月 侯太太就跟 10幾年 100年的5月 105年 4位的地 100年的5月 就跟4位的地主買下12.45坪 你知道 任老先生什麼時候過世的嗎 民國69年 民國69年 所以任老先生沒有253的土地 任老先生是254的土地 254的土地 然後有給一個任先生 跟這一個任美林 他們去繼承的 他們原來有這個254沒有錯 但是任家沒有253 可是因為任老先生 當時他家裡去吃253 所以侯友宜的陣營說 所以有去買那塊 侯友宜 那你就買那個就好 你為什麼要連買三次 連買三次 最近一次什麼時候買的 最近一次什麼時候買的 今年2月過戶的 去年的12月26號 就是侯友宜 連任市長的隔天 幼育公司 幼育幼育的幼育公司 買的 在去年的12月26號 侯友宜連任以後 隔天買的 今年2月完成登記 我說真的 這個部分 我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 好好來釐清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好 剛剛在土地的交鋒上面 認知的問題 時間點當時買 那益川哥的事實 他是很最近的事情 而且在今年2月 還又過戶了一次 那林濤你剛剛解釋的 那個部分 顯然那個年份有定打 不太一樣對不對 這個部分你還要再繼續說 我簡單解釋一下 因為有分253跟254 那253 254是因為人老先生 剛才對益川哥有講 就是說這份建物有橫跨254跟253 那基本上76年地級重化才確認有254跟253這兩塊的地號 也才知道253他的地主 他就是一個家族 那在人老先生過世之後 其實陸續分別 就由這個二姐三姐各種繼承 重點侯太太至民國90年 就已經申報這筆的財產 那民國的92到97年 侯太太又買下二姐的七分之一的持份 以及繼承那個人老太太七分之二的持份 所以97年開始他就持了七分之五的持份 好 這是254的部分 那253我必須講 因為剛才他們講三次取得 第一次取得是在100年的5月是12.45平 他跟四位地主來做一個購買 第二個部分是105年的2月 是買了24.9平 106年是買了12.45平 那112年大概12平 所以基本上你加起來是 主要是74.4 那你基本上看到一個是80平均的土地 一個是74平均的土地 卡在裡面 而且不零路 基本上他單獨都更都是有困難的 以目前的現況 但你都說 未來他還要把旁邊買起來 那重點來了 這塊土地 他現在就沒有獨立都更的價值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三個部分 其實大部分的土地 這兩個地號的土地 大部分是過去在70年就繼承的了 沒有 大部分你後來買了很多 他後來只買了一個12坪 一個24坪 一個12坪 一個12坪 差不多 你加幾坪 不是 後來買253 你加幾坪 不是 他繼承 繼承254 那個沒有人有意見 你不要講他講的好像買一兩百坪 他就是買一些 把旁邊的整合完 因為他原本的第三物 是橫跨這兩個地號 他把這兩個地號 他剛剛在偷湊科文 只要用科美蘭 就做完整而已 所以你看別人 有一些農地他很完成大塊 馬上可以做是都市重劃開發 那就很明顯他要套利 可是這個案件 你自己去算 你不要說加起來 這兩塊加起來 目前連單一都更的權力都沒有 因為他就不適用這樣的條件 林昭剛剛講的老半天 其實講的意思就是說 何友宜這個養地草地 是漸進式的 不是一次到位式的 就這樣 有沒有解釋那麼多幹什麼 這個問題一開始 就是後來他岳父就有的 然後約束過世了之後 他老婆就繼承了 對 但陸陸續續虎友宜 就幾瓶 十幾瓶 他這樣一直買 為什麼要越買越大 他買大買完整的之後 才有辦法把上面的東西給殘掉 才有辦法蓋大樓 所以說他女兒就可以跑去 跟他爸爸講說 爸爸我要蓋大樓 他爸爸就虎友宜 就可以說 好 爸爸蓋給你 就找地震局長蓋個章 就可以蓋了 就是這樣 那些事情為什麼覺得 很荒謬的點在於是說 假設虎友宜 他陸續續續續做這個 買地的動作的話 是在台南 是在高雄 是在他沒有行政地的地方 我們還很難說 這有什麼 就是他個人投資行為 重點是說 他陸續收購地的過程 包含在去年選後12月的時候 還繼續在買 都是他在副市長 2010年到現在 兩任新北市長的任內 你知道今年3月的時候 發生多好笑的一件事情 我查一下 新北市政府觀光局 特別推薦新莊五大美拍景點 可以趁著假日一日出發 有紅色鳥居 也有體育館的天空步道 結果我就請3月同學幫我做一張圖 因為我發現有趣的事情 五大景點裡面有四塊 都在和我家的旁邊 附近 一公里之內 所以最近只要知道 和我家家的地在哪裡的話 新莊 觀光局任正的五大景點 你就可以去四個了 哪四個呢 剛剛講的天空步道 然後天空步道是2013年的時候完工了 然後新月橋 新月橋這邊的話 在2014年完工 然後紅色鳥居 它其實這個是文商池旁邊的路橋 然後跟這個彩繪街 是2017跟2018年左右 這個落成的 也就是說全部都是何友宜 他在副市長到市長陣內 他周邊可以美化的部分 就陸陸續去給他都美化起來了 這個就是他道德上最大的問題 跟利益迴避的狀況 他用他的公權力 優先的去分配市政資源 讓新莊五大景點裡面有四個景點 都以他家為中心 繞了一圈去美化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 可能接下來 這邊也會變漂亮 這邊也會變漂亮 為什麼要圍著一個圓 像個時鐘一樣 圍著中間 侯友宜的這塊地去做發展 這件事情才是侯友宜 他濫用市政資源 公司不分最大的問題 那是國中 國中要找圓心 六個點 兩個點的話 中垂線接出來 最後就是那個圓心的侯友宜 我講一下這個地 剛剛林濤講 林濤講的 現在第二波講的就比較準了 比較準 有修正 修正回程 我的資料都是一樣的 254這是繼承的 這沒問題 不管林濤跟剛才說 當時繼承 當日繼承 媽媽的 姐姐妹妹的 這就是繼承的 這沒問題 可是侯家為什麼要去買253 右翼公司為什麼要去買253 你只吃到這部分而已 這一塊而已 你為什麼要分那麼多次買 我們本來以為分三次買 剛剛林濤有多講一次 變四次 變四次 所以這個民進黨的資料更新一下 人家是買四次 他去跟四五個十幾個地主溝通 然後買那個小的 就是為了那個土地的完整 就是上面有地上網 所以民進黨黨中央要更新一下 人家右翼公司是買四次 我們弄三次 害我們從下午講到現在 以為只買三次 差點被告 買四次 差點被告 那你去買這個做什麼用 剛剛林濤說 我們這堆沒零路 怎麼會沒有零路 就中港路一百六十億項 怎麼沒有零路 路在這裡 這條 中港路一百六十億項 這門口本地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我們去年發現的時候 我們沒有打 現在這個東西不見了 那個是屬於25 對不對 就是在這個地方 好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 然後現在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說 這裡沒有要都更 應該沒有人申請 沒有取得土地怎麼喊要都更 當然也是要先取得土地 全部都母母的經合料 才會去把新北市政府申請都更 請問送到新北市政府去 是哪一個單位負責收件 所以這一個位置 我問你 我問大家 這堆現在這個上面其實都是 廢墟好了 就是家也沒有人在住 一般的人會去買這個地方 這是房子裡面 你會走去買這個地方 他原本的這個岳父上面的地上屋 就在那邊 地上屋 不是 第三屋就跟你說這堆而已 你買這裡要幹什麼 你買這個做什麼 對 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是不是 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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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更最重要就是有完整的地 你剛才講了真心話 零路是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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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路是253 254 如果現在必須要面臨8米的土地 或是未來面臨6米再退縮成8米 他才有都更的價值 所以他現在也不符合過去現在的 對 你講的是現在 他有未來性